嗨大家好我是王嘉兰 很多朋友会问我们滑黑道滑高级道的时候 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个姿态去滑 那首先还是那句话 单板是动态平衡类运动 所以没有一个固定的动作说一定是对的 但是有一个小贴士就是我们的膝盖 不要一来就这样蹲着进去滑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膝盖如果一下就蹲住了 还有灵活的地方吗 还有能动的地方吗 没有了 但如果我们相对放松 要需要的时候先折跨折多一点 膝盖流的备用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给自己很大的一个灵活性 那在下面这个滑行中 大家看一下我的膝盖 是一直在改变这个角度的 它的折叠角度一直在改变 随着需要 但跨基本上都是保持在那边 大概的一个折叠角度的 好来大家跟着走吧 这边是一个大概黑道的陡度 就国内的高级道 然后我们挑一个陡一点的地方 今天雪不算平 有点冰有点包的 大家看到我的膝盖吗 并没有很折 反而折的是哪 是我们的胯 对不对 折的是胯 然后我们的前任 Michael Jackson 后任坐椅子 膝盖不需要很多 而且膝盖流的是干嘛 有需要的时候 一脚 有需要的时候 一脚 膝盖是流的 有需要在用 现在说 比较平了 我们就更加可以少折一点了 对不对 但如果我们需要表现力 想要滑猛一点 来 随时 对吧 随时可以的 知道吗 膝盖不要折太多了 就算是黑道 双黑道 膝盖千万不能 蹲着这样进去 不对的 放松了就好 要折先折块 不够了 再折膝盖 有需要再用力 今天我们找了一片 冰的黑道 然后我们来研究一下 怎么流畅的 滑冰的黑道 我们滑冰的黑道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个点 就是我们要降低 我们的利刃角度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运动叫什么 我们这个运动叫滑雪 所以我们要 让板子多溜一点 我们才不会出现 哒哒哒这种情况 为什么 因为利刃太高了 压力太大了 板子就哒哒哒 就溜出去了 我们把板子放低一点 怎么放低呢 我们做一个小练习 大家从侧面能看得到 现在幻想 我们肩上 有一壶啤酒 有一杯啤酒放在这 我们转弯的时候 换扔的时候 不能让它丢了 知道吗 在后扔的时候 坐着点屁股 这啤酒就不丢了 对不对 但如果我们躺多了 啤酒就倒了 对不对 不能让啤酒倒 然后前任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前任的时候 Michael Jackson 迈克尔杰克逊 迈克尔杰克逊跳舞 都是这样的 很酷的 对不对 没见过他这样跳舞的 对吧 所以迈克尔杰克逊 啤酒还是在肩上 到了吗 没到 但如果我们趴太多了 那就到了 对不对 好 现在跟着我们摄像头 记得啤酒在肩上 不能倒 好过来 啤酒没到 好过来 啤酒还是没到 继续 啤酒还是没到 继续 对 让我们的上升保持正直 但现在看起来汗汗的 对不对 最后滑出来 少用刃的话 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 我们少入刃 才能让板子能滑起来 我们才能在 平面上 能去滑出这样圆的弯来 为什么 板子刻太深了 我们就没有办法控制弯的大小了 板子也不会滑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回去练习 多做这个 肩上扛啤酒这个练习 这个练习对我们走刃 搓雪弯 甚至玩公园 玩平滑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根据上面我们两期教的 怎么滑黑道 我们再来加一个小细节 让大家黑道滑得更流畅 在滑更陡的坡的时候 可以更加自信从容 更加流畅的滑下去 那我们今天要加的一个什么点呢 之前不是说 这个前面的跨这个小骨头 像个车头灯一样吗 想去哪儿就往哪儿照 对不对 那现在呢 我们要下坡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一台车 我们这个车头灯除了往左右照 还会往哪儿照呢 对 要往三下照呀 对吧 要看三下的路 而不是指着对面山 对不对 那如果这样做的话 有什么好处呢 大家来看两个示范 第一个就是没有跟着坡一起 然后现在 我这样下坡了 在平地的话没感觉 但我现在下坡了 那板子是不是会斜 板子斜了 但我的胯还是平的 那造成什么 那就变成了我后脚的膝盖 弯的比前脚的多 我前脚就完全被拉直了 对不对 那不就转不过来了吗 全脚在后边了 但如果我前面这个灯 有跟着这个坡度 去往下斜 去对应上这个坡度 有点溜 如果我有对应上这个坡度 去往下斜 那我两个脚 不是才能是一样的弯曲程度 用力是一样的吗 那这样的话导致我们的板子 在雪上是均匀受力 全个板子在雪上都是有一样的摩擦力 一样的压力 那所以当我们要转它的时候 它会更顺 但我们需要稳定度的时候 因为它整一条都在我们的那个雪上 压着一样的重量 所以它也会更稳 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接下来做示范的时候 会在一个蓝道 然后再切到一个黑道里面做示范 大家关注点 全部放在我这个胯 是往山下照呢 还是往对面山照 还有在往下照的时候 有点像干嘛 照着这个灯光啊 这个灯光在我们板头 两到三米的地方 一直要着圈的 这种感觉 OK吗 它就硬要站到 这边抢镜头 真的是 好那跟着镜头来吧 大家看前面的胯 不仅要左右 还要往怎么 往下去 往下照 往山下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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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现在左右没什么人了 给大家做个错误的示范怎么样 胯不往山下照 只是左右拧 你看拧过来 拧过去 照着对面山 这可奇怪了对吧 而且看到我的脚 大家就不太对了 但是来到这一片 有点坡度了 好我们试一下 照回山下 照山下 整个滑出来 感觉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跨要照山下去 来到平的地方怎么样 平的地方 我们就不用那么往下了 对不对 镜头 好这边又开始变抖一点点了 对不对 大家看着我随着这个坡度的变化 我这跨照的方向 也一直是跟着这个变化的 那边有个人撞过来 我们这边 我们在前面了大哥 好大家看到吗 这边开始右边抖一点点 怎么样 更往下照 对更往山下去了 有点往这左右扫的感觉 有没有 我的胯 有没有 往哪儿照就去 哪儿这突然就变得更陡了 那就更加往下照了 好嘞 那我们现在过来 刚才南道 我们就攻克了 现在要转到一个黑道里面来 我们现在要转到一个黑道里面来 那黑道的话 很多大家就会觉得说 高级道 这个黑道太陡了 我也想把跨放下去 但没办法 我放不下去 怎么办 这里有一个小技巧 试一下把前面的肩 放低一点 看到我们的胯吗 我把前面的肩放低一点 我前面的胯咋了 也跟着下去了 所以我们最终目的 就是通过这个肩的辅助 把前面的肩放低 放到下一个弯里去 把这个胯也带着往下照 而且这避免了一个什么问题 这还能顶胯吗 这胯往下顶不出来了 那不又等于同步解决了两个问题吗 对不对 那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在滑这个陡坡的时候 因为它会抖一段平一段 抖一段平一段 平的时候 我们就只控制胯就好了 我们有能力 但很陡的地方没办法 那我们就把肩的动作给加进去 来帮助我们这样 跟坡度去平行 我们的肩 胯 板子 都跟坡度去平行 来达到一个最优化的滑行 来走吧 这边今天下雪 镜头有点黏 不知道拍出来怎么样 好了 在这边大家看到这边不算太陡 所以就快往下指就好了 就控制着 对面开始变抖了怎么办 尖压下去 我会做夸张一点 尖压下去 尖压下去 我会做得很夸张 让大家能看得到 尖压下去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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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然后大家掌握到这个技巧之后 就不用做得那么刻意了 就可以顺一点了 对吧 就跨游往下就好了 滑出来就这种感觉 轻轻松松 多好 对不对 我会跟那一块大冰大石头 我的天哪 好 然后我们往这来 这边一趟平的 大家看我现在滑平了 是不是 我的跨就不用往下照了 对不对 平行 从头到尾就讲究一个跟坡都平行 对吧 插镜头 镜头插一下 对 好 来 在这儿我们试一下 能不能完全不用 不用手了 来 照这儿 照这儿 对吧 照这儿 对 用这个跨去照这个地板 对 然后 又平了 又不用 又不用照那么低了 但是 我们在滑平的也怎么样 也不能照到对面山去 照到对面山去 又变成这样了 太奇怪了吧 对不对 还是要照着偏 偏往下山的方向的 对吧 照这儿 往那照 一照 过来了 照这儿 一照 过来了 照 一照 过来了 对不对 所以啊 这个是一个很有效的 去给我们的板子 在特别陡的地方 去导向 却我们的板子 很流畅的在坡上 去换来换去换阵 去给它导向 就是靠这个 就是前面我们两次 那个两个那个黑道滑行的教材 的后续篇 就是这个 多加练习啊 有什么问题 评论区问我 拜拜 嘿嘿 谢谢